嗨 大家好 我是钟丽莱 欢迎大家来到结构耐震设计 评估 还有补强的系列简报 那我们在上个简报有谈到说 如果有根凉 那当然它有要有边界条件才能够 稳定的站在这个地球上 那我们知道它的在自重之下的 劳度的理论节 那我们就可以啊 透过一个简单的方式啊 找到这个桥梁的基本振动周期 那我们知道很多梁啊 它不见得是一个很均匀的断面 或者说很均匀的那个自重量 那就是说 这个劳度的理论节呢 是不容易找到的 那能不能够用一个数值解 然后找到这个劳度 然后呢再找这个基本振动周期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用悬臂梁啊做个例子 那还要说明说 怎么用一个数值的分析 只有四则的那个运算 我们就能够找到悬臂梁的基本振动周期 好那上个简报呢 我们有提到说 如果给了一根梁 我们找到啊 这个劳度的那个理论节 UX 然后呢 再来是它可以积分的 那我们就很容易啊 找到这个基本振动周期的近视节 这样 然后呢在这个QR code呢 有做这个影片 好那如果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找到这个理论节 或许说 我们找到理论节 没有办法积分 那我们能不能够用个数值的方法 来找到这个基本振动周期 然后这个数值的方法呢 有两种方式来去看它 这样的 一种的话 我们从这个积分 就把它这个转成这个submission 就是加种啊 然后呢就可以透过这个加种的方式啊 能够找到啊 这个桥梁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 那因为一个数值节 所以它的适用的范围会更广了 这个断面 可以不一定不一定要均匀 这个自重 不一定要均匀呀 那我们就可以 离散化 离散化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啊 这个劳度的那个数值节 那就是说如果找到一个数值节 找到一个劳度 或者说这个劳度的理论节 但是不能够积分 那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啊 用这个submission 取代了integration 那这个是一种看法 那另外一种看法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桥梁 把它离散化 离散化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 自由振动的那个方程式 叫做MU double dot 加上KU等于0 那这个U呢 就是它的位移向量 和劳度向量 那U double dot 就是它的加速度向量 这样 就是把这个位移两次为分啊 就可以得到加速度 这样 M就是它的质量矩阵 K呢 就是它的那个进度矩阵 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质量矩阵 有这个进度矩阵 那么我们做特征分析 就可以找到每一个模态的震动频率 也可以做到找到每一个那个mode shape模态 好 那我们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不要直接找这个质量矩阵 也不要找直接找这个进度矩阵 那我们能不能够用桥梁的那个自重的分析啊 自重的那个净率分析啊 就能够啊找到它的基本震动中期 那自动分析那个自重的分析的话 那个净率分析的话就是KU等于Q 那K就是进度矩阵 U呢就是它的位以后变位这样 Q呢就是外力外力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Q啊 用这个桥梁的自重来取代啊 自重来取代 所以这个Q呢就等于M 这个E E呢就是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啊每一个分量啊都是E这样子 那这个M乘上E就是进度矩 那个质量矩阵乘上E的话 那每一个每一个元素啊 就是M0M1 立体到这个Mn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把M0乘上G呢就是它的重量 M1呢乘上G就是它的重量这样子 好那在这个自重之下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啊它的位移 或者说它的变位这样 那这个变位呢我们叫它phi这样的 那这个Kphi呢就等于M1乘上G这样 那这边的E呢要特别注意说它是个粗体 是个向量而且每一个元素啊都是等于E这样子 好那当我们解的这个phi就是在自重之下它的劳度phi这样 那因为这个phi这个劳度啊它是满足了边界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近视为这个第一个模态这样 那我们假设这个第一个模态的这个振动频率是Omega 那这个模态的位移呢这个u本来是这个空间跟跟这个时间的函数 那我们就可以把钱写成phi phi呢就是个模态了乘上这个exponential iOmega t Omega呢就是它的那个振动频率这样 exponential iOmega呢就等于cosiOmega t加上iOmega t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位移微分就可以得到速度了 那这个就等于iOmega phi乘上exponential iOmega t加 再为分就可以得到加速度了 就是负的Omega平方乘上phi exponential iOmega t加 那这边呢我要特别强调这个u也好 u.也好u.也好u.也好 都是这个粗体粗体呢是代表它是个向量 它是个向量这个n加1乘以1的向量加 那这个phi呢是这个振动的模态 它也是个向量 从这个phi0一直到这个phin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得到这个自由振动 就是mu.加上ku等于0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u 这个用phiOmega t phiExponential iOmega t加进去 那u.就等于负的Omega平方 phi乘上exponential iOmega t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式子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得这个Omega的平方这样子 那因为呢这个都是向量向量这样 我们就没办法直接解到这个Omega的平方 如果我们把这个式子啊 每一项前面都乘上phi的transpose 那我们这个第一项phi的transpose乘上mphi呢 就得到这个广义的质量 phi的transpose乘上k乘上phi呢 就广义的进度 那我们从这个广义的质量 广义的进度呢 就可以得到它的那个振动频率 Omega 好,那因为这个kphi呢 我们从这个净率分析 就可以得到是m1乘上g 所以我们就不用啊 直接去找这个进度矩阵k 那我们只要说在这个自重之下 找到这个量的那个变位 我们就能够得到啊 这个phi了 那我们有这个phi呢 就能够解除这个Omega 好,那我们把这个式子每一项呢 前面都乘上phi的transpose 所以这边呢 就会变成是个广义的质量 那第二项呢 就广义的进度 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得这个Omega的平方这样 那因为这个广义的质量是对应于这个模态 所以它是个存量 广义的进度也是对应这个模态 它也是个存量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Omega的平方啊 解到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 这个从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Omega的平方这样 那它的分子呢 就是phi的transpose乘上m1 这有点像那个进度 广义的进度 那分母呢 是phi的transpose乘上m5 就广义的质量这样 那因为我们的m乘上1啊 就是这个 m0一直到mn 所以我们的分子呢 就是submissionmn乘上phin 把它加种起来 那分母呢 就是submissionmn phin的平方把它加种起来 这样 那我们找到这个Omega 这个2pi除上Omega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数值的解 就是自然振动周期 基本振动周期的数值的那个解量 那这边为什么有个n呢 那这个解的那个数字啊 精准度到多少呢 跟我们分割有多少个单元有关系 那当我们的分割的单元越多了 那我们就越接近于啊 那个我们的公司的那个近视节 这样 好 那这个m呢 就是这个等于啊 乘上g的话 就等于这个重量啊 重量 那重量有了之后呢 那我们呢 就可以把它回到我们这个市值啊 回到这个市值 那跟我们这个推导呢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在这个自重之下 然后做这个数值的分析 得到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呢 我们有两个方式 那一个方式呢 从我们从这个 这个连续的桥梁 然后近视起来的 近视出来的 然后另外方式呢 我们从m矩阵k矩阵 从这个矩阵向量的方式啊 得到这个基本振动周期的那个数值解 好 那我们这边呢 举个例子 那我们在这边呢 是用那个旋臂量 那为什么用旋臂量 然后而且它是个均匀的断面 主要呢 我们是能够啊 跟这个理论解 还有近视解啊 做一个比较这样 最后呢 我们得到三个基本振动周期 一个是理论解 一个是近视解 一个是数值解这样 好 那我们把这个单元的数目了 变成是这个n n的话 从这个0到这个n这样子 然后单元的长度呢 我们每一段 那每一段的长度 都不一定要一样的 我们从l1到这个ln这样 然后每一个断面呢 每个节点的那个断面呢 也不见得要一样 就从a0到这个an这样 那每个断面的二次矩 或者它的惯性矩 也不见得一样 从i0到这个in这样 那弹性模式也不见得一样 10到1n这样 那单位的体积重 啊 单位的体积重 也不见得要一样这样 那从这个γ0 到这个γn这样 那就是说 这根量呢 是非常一般化 非常general 就是说它可以有不同的断面 不同的那个重量这样 好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算这个节点的那个重量这样 那第一个节点重量呢 就是靠近这个固定端了 固定端这样 那是γ0乘上a0 γ0呢 就是在这个断面 它的单位体积重 a0的话 就是这个断面的面积这样 l1呢 就是第一段的那个长度这样 那因为有一半呢 分配到这个固定端这样 所以这个l1呢 这个除以2这样 那这个w1呢 就是在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 它对应呢 是γ1 就是它在这个断面的单位体积重 然后a1的话 这个断面积 那l1呢 就是左边那一段 我们取一半 当做这个节点重 l2呢 就是右边那一段 取一半 当做节点重这样 那我们一直这样算下来呢 就可以算到wn这样子 那所以说从这一步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 每一个节点的那个重量这样 好那有了这个节点的重量呢 我们就用这个节点呢 当做这个外力 当做它的载重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算到简历这样 那算简历呢 我们是从啊 这个自由的端开始算这样 那第一个简历的时候呢 它是0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个末端它的那个节点重这样 然后再过来的话 就是简历加上这个节点重这样 那一直下去呢 那我们每一个节点啊 到那个简历啊都能够找到这样 好 那有了简历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找这个弯具了 弯具 弯具呢 我们也是从这个自由端开始算 在自由端的时候 那个弯具是等于0的 然后那个再前面一点啊 再往后 往前一点的话 那就是前面的弯具 乘上它的简历 乘上再乘上啊 加上它的简历 乘上这一段的那个长度这样 然后一直这样做下去了 我们这种迭代那个方式的话 就每一个啊 从这个Mn到这个M0啊 到那个弯具啊都能够找到 那所有的那个计算呢 都是适者的运送 加减乘除就可以了 好 那有了弯具之后呢 我们把原来这个弯壁梁啊 变成这个共二梁 那我们把这个弯具呢 除上一挨 作为这个军部的载重 分部的载重 那么我们从这个共二梁的简历 就是原有梁的那个转角 琴角这样 然后它的弯具呢 就是原有梁的那个牢度 就是它的便位这样 那一样呢 我们呢就从这个自由端 共二梁的自由端 那就是原有梁的固定端 开始算这样 那就是说 刚开始转角是0 然后呢就是简历是0 然后呢 再来是把这个简历啊 一直累加下去 到共二梁的固定端 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 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T型 就是上底下下下下底 乘以高除以2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简历 然后一直这样累加下去 然后累加到这个固定端 这样子 共二梁的固定端 就是原有梁的那个自由端 这样 那有了简历 就是有了牢度 那我们呢 继续要找它的弯具 它的弯具 那它的弯具呢 就是啊 变成原有梁的那个牢度 这样 那一样我们是从啊 这个共二梁的自由端 开始算 那就是原有梁的固定端 开始算 那这个M0 这个自由端的时候呢 万具等于0 然后呢 一直下去 就是 万具就是它的牢度 这样 那这边的话就是 在这个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 那我们就是要有这个U0 就是前面的那个弯具 然后呢 加上这个C0 就是它的简历乘上L1 L1就是它的长度 这样 那这边为什么是2呢 就是远端的 远端的那个三角形呢 就是它的长度 除以2 就是它的面积了 然后它的重心呢 是在这个三分之二的地方 说2除以6了 就是三分之一的啊 那近端的话 就也是个三角形 就是长度 这个高乘以长度 除以2 然后呢 因为它的重心呢 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这边就有6了这样 然后这样我们一直算下去了 那每一个节点的弯具啊 都可以算出来 是共2量的弯具 那就是原有量的那个劳度量 那有了劳度之后呢 我们呢 就能够啊 这个算出啊 它的那个 那个基本正中期 好 那我们这边呢 举个例子 那这个N呢 总共是分成10个单元 所以这个节点呢 是从0到这个10这样的 每个单元的那个长度呢 在这边 这边我们要跟呢 这个近视节 还有这个理论节做个比较 所以我们的单元的长度呢 也是每一段都是一样的 就是0.1个L L 然后就是它全长这样 那段面积呢 每个段面积都是A这样 二次距呢 每个段 那个段面的那个二次距都是I这样 弹性的模数呢 每个段面的弹性模数都是E 然后呢 这个单位体积 体积重呢 每个段面呢 它的单位体积重呢 都是伽玛这样 那节点重的话 两端的节点重 因为它是长度的一半 说呢 是0.05伽玛乘上AL 其他的那个节点重呢 就是0.1乘上伽玛乘上A乘上L 好 那有了这个N了啊 这个第几个节点 0到10 那每一个节点那个长度 从第一个节 每个单元的长度 那第一个单元到第10个单元这样 那我们也可以算出来啊 这个每一个节点 它的那个重量这样 从0.5 0.1到0.05这样 0.05 0.1到0.05这样 那有了这个载重了 有了这个载重 那我们就可以找它的简历了 那当然这个简历 我们知道说它是个军部的载重 是个军部的 均匀的断面 均匀的那个力量这样 所以我们有个理论解 那我们发现说 这个跟这个理论解还蛮接近的 同样我们也能够算出弯矩 那我们也跟啊 这个理论解做这个比较 这个是玄壁梁 有了这个玄壁梁呢 我们就变成一个共二梁 共二梁的话 那固定端就变成自由端 自由端呢就变成固定端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M这个moment 这个弯矩 除上EI 就变成这个分部的载重 和均部的载重这样 那在这个载重之下 我们可以找它的简历 简历呢都是它的转角了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找出来了 然后这边也有个理论解这样的 那因为它是个均匀断面 均匀的制重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理论解这样 那我们也可以找它这个 在这个M除上EI 这个均部载重之下 它的弯矩 那么它这个就是它的劳度这样 那我们也一样可以跟那个理论解 做一个比较这样 好那我们这个有这个UN UN这样 那我们就把这个Wn 乘上UN submission起来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数字了 那这个Wn重量乘上UN的平方submission起来 就得到这个数字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两个数字 我们运用这个数字 就可以找到基本振动周期的数值解 数值解这样 那这个数值解呢 就是把这个分母呢 就是Wn重上UN的平方submission起来 分母呢 就是Wn乘上UN的submission起来 然后再除上G 然后开根号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基本振动周期的那个数字解 那这个结果就在这边 就1.7844L的平方 square root W除上GEI 好 那我们现在比较一下 那我们这个N取实 就只分了十段 十段呀 那每一段呢 都是均匀 这个长度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算出来啊 这个基本振动周期的数字解啊 是1.7844 那我们从上一个单元呢 我们用这个自重 得到劳度的那个理论解 那我们用了积分的那个方法 所以得到的那个 基本振动周期啊 是1.7799这样子 那当我们这个N啊 越分越细的时候 这个数量越多 就是分的更多段的时候了 这个1.7844啊 会越来越接近啊 1.7799这样 然后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量 然后呢是个悬臂量 我们有这个理论解 理论解呢就是1.7872 那我们发现说 不管我们这个净利分析的 还是这个数字分析的 还蛮接近这个理论解 当然我们的数字分析 如果我们的切的段的数目 越来越多了 它越来越接近了 1.7799这样 那我们在上个单元也有讲过 那因为我们强迫 它的那个阵型啊 它的那个模态是这样 所以呢它的数字是比较多 所以得到的周期呢 会是偏短一些些这样 好那如果说我们解偏微分方程式 解偏微分方程式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桥梁的基本震动周期的理论解 好那如果说我们 没办法解这个 这个偏微分方程式 那我们说在这个自重之下 得到劳度的那个理论解 UX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透过积分 那当然是可以积分的啊 那么我们就能够啊 找到啊 这个基本震动周期的近视解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劳度 没办法有个理论解 或许说我纵然得到理论解 我没没办法直接做这个积分这样 或者说这个积分太复杂这样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indication 啊变成这个submation这样 那变成submation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啊 基本震动周期的那个数值解 那因为它是个数值解 找这个劳度 所以呢 在玄碧梁来讲呢 它不需要均匀的断面 它不需要均匀的自重 都能够适用的啊 都能够用这个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 这个数值解呢 只用到四则运算 运算 加减乘出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用这个玄碧梁做个例子 那因为玄碧梁啊 它是个静定的结构 那在自重之下呢 它的弯矩分布了 很容易找到 很容易找到 那我们这个用这个弯矩啊 除上Ei呢 作为它的这个军部载重 然后呢 这个贡厄梁的弯矩 就是找到它的劳度 那有了这个劳度呢 我们用这个势子 就可以找到基本震动周期的 数值解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数值解啊 没有对这个桥梁做任何 这个假设这样 所以呢 它的适用范围会更广 它可以不均匀的自重 和不均匀的断面 都能够适用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一样 我们会把这个影片呢 放在这个频道里面这样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观看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